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寬也藉著宣傳活動 大家好 我是蔡炳 韓流明星成勳最近在南韓首爾 為台北市政府站台拼觀光 成勳在台灣咖啡大師林東元的指導下 學著沖泡台灣咖啡 去過台北三次的他 除了咖啡還推薦台灣的甜品 冰品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寬也藉著宣傳活動 邀請南韓民眾一起來台北探索體驗 台北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 而且非常有人文底蘊的地方 在這樣的一個城市當中 其實用現代的想法就是一個博物館的概念 但這個博物館當然是沒有圍牆的 所以我們取名做無圍牆博物館 無圍牆的城市博物館 台韓旅客護訪近年穩定成長 2014年護訪人次創百萬人 去年突破210萬人次寫下歷史新高 台灣跟韓國啟動了自動通關的這個系統 兩國人民之間的往來更加的便捷 所以我們期許今年 台灣跟韓國雙方的互房旅客 相信一定會進一步的在成長 我們目標朝向220萬人一次的目標 台北市政府為了吸引南韓旅客 還預計和釜山市政府 攜手推廣海陸空旅遊 歡迎釜山和其他城市的民眾 搭機來台北自由行 並且到鄰近的基隆港登船 感受海上郵輪旅遊的樂趣